在建议身边有公屋联会总干事 亦是防卫会委员焦国伟 Anthony在这里 Hello Anthony 你好 Hello Grace 接下来政府即将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 知道公屋联会都有些建议给政府 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有10点建议 很难说了10点这么多 不过究竟有重点 另一个方面我们都希望今年的施政报告 可以采立我们的意见就是重设强策会 因为强策会在2014年完成了报告之后 就叫做完成了有没有 但是我们看到这几年的长策的一些数字 有些下降的情况 以至乎是很多政策 其实都涉及到不同的群组 数字就追不够数了 追不够数了 我们希望重设一下 其实可以去 一来可能来定长策的情况之后 在一些公私型的房屋政策 都可以做一个审视的 另一方面我想在那个现金津贴 我们希望可以加快今年是不是可以推出呢 今年年初又说到是明年下半年 才推行试验计划太长时间了 现在讲租管 租管之外很多声音都说 现金津贴都需要去配合做的 我们都希望可以在今年里面 可以加快这个进度 另一方面 我都看到最近 居屋方面申请虽然都超过20多万份 但是似乎比大家早前 前那几次的热烈情况都稍为缓和了 情况是不是都跟近期的经济环境有关呢 我相信都是有关系譬如疫情之下 经济或者失业情况等等 都趋向审慎的大家 可能也都未来这几年的经济 是不是那个展望都比较悲观一点呢 那这个都影响的 另外本身这个计划里面 那四个单位呢 那个吸引力都 我觉得未必是像上年那样好的 因为只有一个盘是市区 其他都相对是远少 甚至可能有一半 接近一半呢 都是山例如一个偏远一点的地方 所以我想这些因素都令到 可能申请方面稍顺 但是23万宗申请都不算一个小数目 大家都期待 接下来施政部局 会不会在房屋方面 有一些重要政策可以公布 有机会再找你分析一下 感谢观看